我们已经把这边给做出来了 其实你说 那007这个怎么做 其实007很简单 如果在旁边要显示007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记得复制 如果你要放到隔壁的话 你要取消它 然后把它直接贴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趋势怎么样 改成H4比较好了 你可以这样点它一下 它这边就改 或者是这边选一下H 选一下G改H就可以了 打个勾看一下 有没有007也就出来 让它填满 有没有看一下 这个043 以下的全部的也就一样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个怎么不一样 其实就是把G4改成H4就好了 那如果假如已经做出来之后 下一个阶段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问题 有没有 这边 所以这边要怎么把它完成 刚刚的 如果你懒得再重打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这边的公式 一样 然后不要复制到 然后后面的文字复制 再按个取消 然后做什么 把它贴到哪里 刚刚这个G4这个位置 记得G4不要 然后把它贴上去 应该就完成 本来这边是一个G4 把它换成这样子 打个勾就可以了 看一下 有没有 084了 然后向下填满 底下应该就都对了 那G4怎么办呢 很简单 再把这边贴过来 或者是说 你直接 对边的这个公式 有没有 因为 后面还需要一个简号 所以我们一样 还需要一个M的简号 然后呢 在REPD这一串 所以M的简号这一串 复制一下 再贴到后面去 然后把这个G4 改成H4 这个G4 改成H4 好 让打勾一下 再把它快点两下 记得 这个右下角这边空点 快点两下 这样子 就完成 所有的电话号码了 OK 这样应该快很多吧 如果 假设这边是几万个 这个会员的话 哇 那你瞬间就OK了 你不用在那边慢慢弄了 所以啊 其实工作里面会跟不会 我觉得这是 效率会落差非常大 那请各位 试着 先把 刚刚的公式 把它 贴过来 这个有点难 我再做一遍 给各位看一下 Ctrl Z Ctrl Z又复原 原来是长这样 就是 09 11 请号 84 那记得哦 先把这边的公式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 复制一下 取消 记得先取 一定要按取消 切到这边的时候呢 再把原来 这个居士 删掉 或者不塞 没关系 盖过去也可以 直接贴 贴过去就可以了 打勾 这样就08次了 那007怎么做呢 因为需要一个减号 所以从 end减号 这个一定要 再到后面这边 所以 包含 M的减号 这一串 复制公式 再贴到它的尾巴 然后分别把这个 改成H4 这个 改成H4 OK了 打勾 最后快点两下就可以了 右下角这个空点 这个可能要 我发现这个很 很基本的 大家还知道 很多同学 不太熟 空点快点两下 它就向下自动填满了 OK 那今天第一个范例 主要就是知道 以后 如果你遇到问题 应该用哪一些函数 那当然不是只有 唯一的答案 其实还有别的函数 也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 只有LEN 跟REPT 其他也有 只是说哪个比较简单 这样你要自己去衡量 所以呢 请各位在综合练习 底下有没有看到 底下有个 前面这边有REPT LAPT RITE LEN AND MID 还有TWIN 这几个就是我们 待会要练习的 所以呢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 对个别的函数 不太熟练 所以我们待会 就各个急迫好了 我们不要一下子 两三个串在一起 可能对同学太难了 待会呢 我们就 请各位做一些练习好了 比如说 今天我希望呢 它的销售量 如果超过100笔 就给一颗心 158就是一颗心 286就是两颗心 465就是四颗心 那没有达100 都没有心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规则应该是 除以100之后 多个整数就可以了 整数位 就是它的心 那当然你不要傻傻的 你总说老师 我以前这样 感受到11 对不对 然后一颗心怎么做 一次 对 然后这边呢 两次 这边 接四次 123 如果你是这样做了 当然如果资料 像这边只有五个人还好 可是这边如果有五百五千 五万个人的话 看你贴到下班都贴不完 所以呢 请你把刚刚的动作改成用REPT试试看 REPT哦 那要怎么做 当然你插入函数嘛 然后找到REPT 然后给两个东西 一个是重复什么字 重复信号 然后重复几次 几次用除了 除以100不就好了 OK 那其他还有像LEN 不是LAPT LAPT顾名是一样 就取那个文字里面 左边算过来了 这几个字 然后 这个几个问题 可能试试看吧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 这个问题的话就是 他如果姓什么 后面加称谓 根据性别 比如说这个 吴博卫这个 你就 这边要显示就吴先生 因为他性别是男 那这个性别是女的话 就张小姐 那这个是 马先生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胡先生 这个陈小姐 之类像这样子 问题来了 你该怎么做 这个难度就比较高 这边可能还需要用到一符 有没有 底下有虚处 用一符函数配合 一符就逻辑判断 如果性别是男 那就是给先生的这个文字 反之就是给小姐 那问题这个公式如何产生 这个请各位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还有right 底下都有 OK 那至于说这上面的答案 将来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有提供各位答案 在云端白板里面 就是在云端上面 这边有个云端白板 第一个单元 第一个文件 文件这边 其实就会有解答 OK 比如说IPT 这边有答案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L-E-N-M-E-D 然后还有left 有没有 这边有答案 OK 所以你可以先不要看答案 如果可以自己先做做看 它有tune tune的部分也是一样 有中英文的 去除空白部分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可能就 刚刚的答案在这里 有没有 答案在这里 这个 综合练习的答案 所以 如果假设有一些地方 你可能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将来可以再寄一个云端 上面有个云端白板 就会提供你相关的答案 你可以在云端上找找看 试试看好了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 刚刚的综合练习 这个公式完成 第一个step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切到REPD 试试看这边的 怎么做 然后left 这边也有 也有几个问题 那我们等一下 就把这些问题填完 那今天的目标 就是把这个练习题 做完 然后你把它存档 绞交到Moodle 就完成作业的部分了 OK 试试看